歡迎收看我不可能難聽頻道 今天要玩死瘦 Free Fire 我要活下去 我們的最後一台 藍寶堅尼的跑車呢 終於推出了 然後官方要特別幫他做個圖片 神秘商店的傳奇超跑 凱旋勝利 這台是黃色造型 可以說不怕敵人找不到你 那我們今天來為大家實測一下 這台到底要花多少錢 首先我們點左上角這裡 可以看到一個藍寶堅尼的商店 點下去後就有個四四手氣 今天的手氣到底如何呢 我跟大家講一下 我前面抽這三台基本上都保底 就是感覺非常難抽 今天來看一下這台會不會是最難抽的 然後官方這一波 算是比較邪惡一點 要說實話 因為其他伺服器是一次出四台 官方是把他踩成四個活動 然後如果說你這四個活動都沒有抽保底的話 表示你是非常否的 好那我們來吧 四四手氣 多少% 折扣 90% 45% 45% 一半 549就有了 等一下 我看一下喔 45% 我很少說到45%這個 這個%欸 我這樣講一下好了 如果我今天是印尼布沒有課金的賬號啊 通常他折扣會到 減 90% 或減 75%之類的 反正就很多啦 就是只剩25% 你只要花25%的錢就可以買了 然後這裡減45%等於是優惠了55% 所以說 減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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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 999% 999%也太便宜了吧 原本他只有999% 那為什麼我這邊都超保底要3000賺 前面平均3000賺拿到跑車啊 就保底啦 然後這裡就是你要 買600賺嘛 買600賺嘛 買600賺消費以後才能夠用549把他買走吧 呃 我猜是這樣 然後可以更換獎項啦 呃 OK我看一下喔 未來四光斬 欸四光斬 這個我好像有 欸 鯊魚這隻好帥喔 唉呦 這隻可以 這鯊魚可以 然後有一個深海雷光 水行俠嗎 這兩個可以 先確認買這個 喔 好 他這樣子的話 就花了200多賺 車子好了 就算我沒有 這樣子的話 可以了 就買600 超過600賺以後 我就可以用549買 所以這台 大致上價值1000塊 我的話啦 然後我不知道你們 抽到的那個%是多少 歡迎留言 我很好奇大家抽到幾% 45%到底是不是歐啊 還是非啊 不懂欸 不過抽到了 好帥喔 第四台車終於有了 台服蠻厲害的 一個活動可以拖 一個月慢慢出啊 ok 原本以為是禮拜五 禮拜六日才會出 沒有想到 今天就出了 接下來 可以切換 他真的有其他獎項啊 其他的東西可以給你買 呃 老鷹 欸不是老鷹 是 貓頭鷹 貓頭鷹頭上冒著火焰 這什麼 然後 這隻狗怎麼 怎麼變紅眼睛了 倒夜嗎 機械狗是不是 終結者 喔機械狗 然後 有些我有了 我們看他切換就是什麼東西好了 這套什麼服裝啊 哇 蜚蚣子 喔 Fashion吧 這個很Fashion 如果懂的可以告訴我你喜歡這套衣服 哇這套衣服好算阿鐵 這套我有買 好有買的加1讓我知道一下 然後要留言告訴我為什麼你喜歡 至少打個10個字吧 其他東西我看一下喔 有那個啦代幣什麼的 大致上都有啊 轉蛋圈跟這個房卡根本不需要 未來四光閃 這個我也有啊 這個很久以前的衣服了 再看一下這邊有什麼適合的 這貓桶也還蠻想要的 因為他這個火焰還蠻帥的 只要274喔 收藏一下這個好 這個我覺得可以 不用花 抽的那個了 吸蟹狗好像也可以耶 這個我喜歡的我就先換了 直接買 反正不用抽嘛 OK 然後最近有出一個新的服裝 什麼冰瘡這個 滅魔士啊 這套其實也是復刻的 然後只是說 應該說不是復刻 應該說他改顏色 因為原本不是長這個顏色 我記得好像有其他的類型吧 這到我面首啊 就是 應該有其他顏色吧 印象中 然後身上轉蛋的部分呢 我插拳頭 然後我跟大家講一下 那天的影片很多玩家留言 有些人10抽又出拳頭了 可是 到200抽 保底 才出 套裝 再來這一波有玩家說最難抽的是鬍子 然後鬍子 我忘記我上次直播 不是直播 上次拍片的時候有沒有抽到鬍子啊 因為這個我很久前就有了 這個是一個 比較 多年前的東西 不過很多玩家喜歡這個鬍子 可能覺得這個很有 很有FU吧 聖誕鷹鬍 然後其實鬍子類的東西 我都有 對 然後很多玩家說這個很難抽 這個比套裝跟全頭還難抽 然後全頭的部分我現在在想要不要再抽啦 因為還有時間嘛 我思考一下 如果有的話我再另外拍一支影片吧 因為我覺得應該是蠻難抽的 好 四台車部分我都抽到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上次的麥拉倫合作啊 多一兩年前吧 的麥拉倫合作 那時候我記得好像後來沒有復刻過吧 不知道我沒有復刻過 反正大家可以留言啊 然後那時候比較好是有一台綠色 這台是 免費的 好像完成什麼任務之類的 就可以拿到還是登錄幹嘛的 反正大家都有啊 所以說那一波還不錯 這一波是沒有免費車的 可以確定了 就四台都是要課金的 然後四台部分 基本上都保底中啦 因為這個 中獎機率沒有很高 保底的話大概3000串左右出一台車 所以看大家覺得值不值得啊 因為畢竟這個就是耍帥用的 你打牌位之類的話呢 可能很快就被打爆了 如果遇到 玩家比較準一點的 你就算裝凱莉也跑不掉啊 那個像我就是很喜歡打車子 誰在我面前 開車呢 基本上他的車就是會爆 爆了後就下來 準備呢 看能不能凝膠架快一點 沒架好他可能就去了 然後呢 我給大家看一下他四台車的 屬性啊 傷害兩格 耐久度提升 傷害減免下降 這個是速度兩格 傷害減免 然後其實簡單講 這兩台車的屬性是一樣的 這兩台叫做毒藥 玩家留言的 他們懂車的人知道 然後這兩台的話呢 他們就說是大牛小牛吧 應該是吧 然後傷害兩格跟耐久的提升 這兩個是一樣的 然後黃色這台的話他的後面就是 類似有金色的這個特效啊 然後這一台的話呢 其實兩台是一樣的 不同顏色 然後他是藍色跟紅色的一個氣流特效 所以可以看到基本上長一模一樣 再來就是這兩台 這兩台的話呢 也是長一模一樣 就是他在配色不同 然後就是有一個紅藍的氣流跟這個紅藍 的氣流 一樣 那我們今天就給大家看一下黃色這台吧 我們到社交島 這個在哪裡啊 這兩個是不是要尬起來啊 跑車去哪裡的呢 找不找到來看一下 水水水某人 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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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等一下 怎麼又變第一人撐了啦 哈哈 原來這台車壞了 我看一下 呃對 這個是bug啦 哈哈這要怎麼開啊 我現在只能看左上角開 天空開法喔 我要把他轉回來 他現在一直看上面喔 而且 頭跑出來了啦 什麼鬼啊 皮髮兒 官方看一下我頭跑出來 出現在 車頂耶 然後這台就是 凱旋龜來吧 金色的 可以看到 很漂亮啊 如果你今天喜歡很亮的車的話呢 這台就不要錯過了 膽保街尼的最後一台 只是 這個社交島沒有什麼遊戲體驗 這個是什麼人稱啊 這已經不是第一人稱這是 呃 仰望星空人稱吧 完全看不到畫 看不到前面 因為他是 有沒有有沒有看到他自己往上 飄上去 哇 這個上次就有這種類似的bug 然後現在又來了 有點慘 怎麼不太要視角 我用這個轉視角好了 眼睛這個 算了不要開車 好啦 總之之後我會拍片啦 分享一下這個車子在 遊戲中呢 帥氣的樣子啦 然後有些玩家呢 可能會提防 因為現在車子要撞死人比較難喔 所以就算有增加傷害 我相信要撞死人也是要有一定的 車速喔 以前的話其實車子很好撞死人 在be fire 6年前 剛推出來的時候 2018 那時候 2019 剛開始推出來的時候其實車子很強勢 因為他可以隨便撞人 然後連隊友都撞得到 我相信有老玩家才知道 以前是可以撞得到隊友了 然後後來官方把它改成隊友沒有傷害 大臥上是這樣 好啦 今天快速跟大家分享 抽這台車 花了多少錢啊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比我歐 也不知道我45%算是歐還是非啊 歡迎影片下方留言 然後大家留下這個 你們抽到幾% 不管你有沒有抽這台車啊 去按一下那個%也好 因為這次不用抽 我是覺得比前面 幾個活動都還便宜了 至少不用再保底保底了 好啦 今天快速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可不太喜歡 請訂閱我打開通知鈴鐺 後面去分享這遊戲的攻略跟情報 也記得訂閱Youtube 準備到副頻道 玩具頻道打開頻道 還有麥塊頻道 最近又來玩另外一款槍戰遊戲叫AreaBlaout 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也可以下載按去主委來玩玩看 然後其實箱上去很多啦 大家都可以玩玩看 今天遊戲就到這邊 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影片見囉 拜拜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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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